请大家说话的时候留点点 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网络上面 把八倍祖宗的给骂出来了 是不是自己会掉他们内心的那种 一下事情的根本 很多东西不是说片面的去了解 云朵去看刀狼的演唱会这个视频 近两天不到的时间 浏览量将近八百万人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心云朵 有没有去刀狼的演唱会 或者说云朵为什么最近如此的有热度呢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 网友们关心及疑虑的几个问题 本视频综合网友的讨论 及各个自媒体的分析 不代表个人观点 仅做参考 正在大家都在质疑云朵 10月12号当天晚上 南京的演唱会就在现场的视频 是否属实的时候 多本人在今日头条也发文证实了这一消息 消息一出顿时在网络炸开了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0月12日南京演唱会的当晚 有网友不经意间拍到一个全副武装 戴着口罩和帽子酷似云朵的女孩 坐在观众席比较靠后的位置 因为不是疫情 也不是户外 这个穿着搭配引起了身边观众的注意 不得不说 如今的观众真的是火眼金睛啊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全副武装 也许是不想让观众认出来 引起轰动影响师傅现场演出 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 但是细心的网友观察到 正当大家都站起来欢呼之后 只有云朵一个人淡定落寞地坐在那里 画面有些令人唏嘘 本应该在台上一盏歌喉的他 如今只能隐身坐在观众席下 而且座位也比较靠后 这让网友不免有些疑问 刀狼老师是否知道 他的大土地云朵来了现场 云朵为什么坐这个位置 他的票从哪里来的 云朵为什么不上台 唱一首大家期待已久的爱是你我 还有那荡气回肠的楼兰姑娘 还有这个酷似云朵神秘的人 到底是不是云朵 一时间全网一片哗然与各种猜测 如侦探眼尖的网友 把之前云朵穿的衣服拿来对比 以证实这个人就是云朵 还有网友为了反驳此人不是云朵 甚至把这个神秘人的口罩都披掉了 坚持说云朵没有到现场 虽然这张照片模糊不清 甚至可以很明显地看出PS的痕迹 但还是有部分网友信以为真 网络真真假假 也是在考验着各路神仙大侠们的 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不得不感慨网络堪比社会大学 真是长知识啊 正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 细心的侦探网友又发现了 云朵在次日中午两点的时候 在今日头条这个拥有75万粉丝的账号上 发布了一个短讯 具体内容我就不读了 大家自己看 这一消息很有力地证实了 头天晚上云朵确实去看了师傅的演唱会 不过也有部分杠精网友认为 这个75万粉丝的账号并不是云朵的 理由是云朵抖音有1000万粉丝 在这里我只能呵呵了 因为头条是两个平台却傻傻分不清啊 如果一个拥有70万粉丝的账号 名字清清楚楚写着云朵 认证为北京一朵文化传媒工作室 歌手的账号都能造假 那这个平台也太不负责任了 可以倒闭了 75万不是个小数字 假如真的有人冒名顶替 那这个账号还会活下去吗 所以脑子是个好东西 我个人认为这个账号就是云朵本人的 云朵看完演唱会后 立刻专门发动态谈了自己的感受 他说道 再一次学习了老师的现场依然精彩 依然震撼 依然强大 新的乐队老师 老的乐队老师依然优秀 让我对老师膜拜 昨晚老师在唱谢谢你的时候 控制住了眼泪 而我却没控制住 熟悉到骨子里的旋律 熟悉到生命的人感动万分 对亲爱的摇摇挺挺玉立 落落大方 表现非常好 太开心了 太激动了 整场都没有休息时间 没有换装 没有中途任何过场 不停唱两个多小时 一切圆满 永远热爱我最尊敬的老师 从这些字里行间 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云朵 对老师的膜拜和崇敬 对团队新老乐队和成员的 真情流露和羡慕 应该还有很多感动 和我们不明其中原有的 无可奈何 及说不出的五味杂陈吧 集合网友们主要疑虑的几个问题 一 为什么云朵以前抖音视频里 关于刀狼合作的音乐 都全部删除了 这是不是存在版权之争呢 二 师傅二十年难得付出归来 举国上下网民一片欢呼 作为刀狼的大徒弟云朵 为什么在抖音自媒体账号上 只字未提 甚至连一句祝福的视频都没有 三 云朵为什么要在师傅 开演唱会的节骨眼上 也要各种宣传自己的演唱会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专门备注十十九日昆山演唱会 这不是对着打擂台吗 他和刀狼老师不是在一个公司吗 为什么不一起行动呢 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爱操心的网民们 有网友发现 云朵和刀狼很久都没有一起合作了 也有一些网友 扒出云朵签约了当年打压刀狼的那批人的公司名下 这个不能证明真伪 暂且不表 不过大部分网友认为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礼仪 师傅在举行演唱会的前前后后 云朵作为刀狼团队的一员 应该为刀狼出力奔走发声 应该为刀狼祝福呐喊 再者如今师傅这滔天的流量 所有人都在蹭流量 云朵作为最亲近的人 为啥不接这一波流量呢 反倒忙着直播间打PK 在大众看来这愚公愚私 都太出乎人们的意料 太不合情合理了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 更有一些群情积分的网民 跑到云朵的评论区和直播间 大骂白眼狼 忘恩负义等等 瞬间掉粉无数 云朵对此很无奈 甚至难过落泪 我是一个很心情中人 对一路走来非常感谢 以及感恩 一路上帮我的 所有的安事 以及我能够遇到的 所有的好心人的帮助 所以云朵才走到今天 所以刚才有讲到老师那一家人 突然点破了我内心的这个 这么多年来 特别感谢我的老师 感恩他们 不嫌弃我一个农村的女孩子 群情积分的网民 跑到云朵的评论区和直播间 大骂白眼狼 忘恩负义等等 瞬间掉粉无数 云朵对此很无奈 甚至难过落泪 但即使这样 他也不愿说明更多细节 始终保持肩默不发声 可以肯定的说 如今刀狼的舆论度 及受欢迎度越来越高 云朵所面临的负面压力 也就越来越大 就在大家都在声讨云朵 为什么不去支持 刀狼老师的时候 云朵出现在 刀狼老师南京演唱会的现场 在大家又再一次质疑 现场是不是云朵的时候 云朵终于直接公开自己 去看老师的演唱会的事实 这可以说已经直接打脸了 一部分的抹黑云朵 忘恩负义的负面言论 这对于云朵的事业发展来说 尤其是马上要进行的 昆山演唱会来说 是会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的 不过也有网民认为 云朵没有在刀狼老师 刚开始演唱会 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如今看到师傅人气高涨 才来蹭热度 这不能原谅 并质疑云朵 这是特意来宣传 自己昆山演唱会呢 尽管外界有诸多负面声音 但我相信云朵 对师傅刀狼的敬重 以及对音乐的执着是从未改变的 他选择默默前往 不通知师傅 更不能上台一展歌喉 这其中原因与滋味 也只有他自己来慢慢消化排遣了 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总有很多一波三折 令人感慨的故事 云朵 这位曾从饭店服务员 一步步成长为知名女歌手 本身就是很励志的 虽然最早发现云朵的伯乐 是刀狼的老师秦旺东先生 但是刀狼作为云朵在音乐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导师 刀狼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说 刀狼就是云朵的贵人伯乐 他比很多人要幸运的多 当然也不否认他本人也具有一定的天赋和勤奋 所以我相信他是心怀感恩的 不管他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应该送上祝福 祝福他们演唱会大获成功 也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好听的音乐 就让这一切误解和质疑留给时间吧 如果你也喜欢刀狼和他的徒弟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哦 我可以在平凡世界发现我自己 不管是否有缘能照耀我依然为你 你让我明白爱你就是了我自己 你让我明白爱你就是了我自己 你让我深海辗心生活力 你得点点滴滴滴 你让我深海辗心生活力